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兩項都是台灣之光的攝影周邊產品 那第一項就是我們的Kubo 這個是Kubo,叫它Convi Climb 但美國人都叫它Maefer Climb 對,沒錯 那這個型號是KCP-710B 就是黑色版本,所以是B 那中文它翻譯叫做萬用夾 超爛的翻譯 你一個曬衣夾也可以叫萬用夾 誰知道萬用夾會找到這個東西 還有另外一個產品也是Kubo 它叫它Supervisor 那美國人都叫它Cardellini 那我買的這個是Cardellini Angel 就是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那Cardellini Angel就是下面的夾子 是在最下面的,所以叫做Angel 那中文翻譯成虎夾 我也不知道,這完全不相關啊 這是看起來像老虎嗎?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這兩項Kubo的產品 那我們待會也會把燈直接架到上面去 跟大家分享 可能操作啊,或是有一些細節的部分 OK,開箱時間 那我們這個9吋的Cardellini 877公克 算有一點份量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Mayford Climb 那我們的Mayford Climb 只有480公克 算是鉛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先從簡單Mayford Climb 開始分享好了 那Mayford Climb,簡單來說 這個Mayford Climb 只要在厚度5公分之內的東西 它都可以夾住 像是這樣,只要在厚度5公分以內 全部東西都可以夾住 而且是夾得超級緊 因為它上面可以負荷20公斤的重量 如果你沒有夾緊的話 你20公斤的東西就從天空掉下了 超級危險 所以你要夾得很緊很緊 真的是超棒 那Kubo還有多附一個夾平平東西的底座 像是剛剛夾的書這樣子 平平東西 那我們可以夾底座 讓下面這一面變成平的 接觸面積會更多 摩擦力更多 所以會比較安全一些 如果把下面這個底座 從下面拿出來的話 它就會比較適合 夾圓柱體的東西 就是像燈架 或者是其他的 任何圓柱形的東西都可以 那下面這個底座的收納方式也很酷 它就是直接卡在後面的 螺絲上面 這樣子也不會掉到哪裡去 那我們把Mayford Climb 夾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上面之後 我們就會把任何有公投的 這個東西的東西可以把它插進去 那上面有一個很酷的鎖定功能 就是安全鎖 你要按住你才能把東西拿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吊掛著東西 你東西就不會隨便的掉出來 如果你螺絲鬆了 它也不會掉出來 你一定有這個安全鎖 按一下你才能放進去 按一下你才能拿出來 硬拔是拔不出來的 這超級棒的設計 那我們把這個公投插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邊鎖緊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隨便的東西給它放上去 這樣子 就可以架你的燈啊 或者是甚至是相機啊 你想要加什麼都可以 你就可以輕輕鬆鬆的 加東西上去 那剛剛把東西裝上去非常簡單 那我們現在把東西拿下來試試看 我們先把螺絲轉鬆 把安全鎖按下去 Yep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把燈拿下來 重點是 這一個 Mayford Clamp 可以放20公斤的東西 20公斤超級重耶 我們這一個 現在我手上拿了 頂多3公斤而已 20公斤你可以放多大的燈 你可以放HMI燈上來都沒問題 真的是 超猛 那這一個Mayford Clamp Kubo有出兩種版本 一種是 像這樣子的 把手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把手 我覺得這樣子實力比較好實力 那另外一種是 比較像旋鈕 就是這一個很放大版 旋鈕 但那個實力我就不太喜歡 那我比較喜歡這種 Yeah 重點是這個 反手呢 你還可以調整這個的位置 那那種旋鈕的就沒有辦法 那我們的Mayford Clamp 就是那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來到了這個 9吋的Cardellini 那Cardellini呢 這轉起來太華盛了吧 我買這個Kubo 9吋Cardellini 它可以夾30公分的東西 30公分厚 超厚耶 我這樣一隻手 超厚的東西 那剛剛那個Mayford Clamp 就只能夾5公分的東西 30公分真的是差非常非常多 我們來看看 那Cardellini還有另外一個優勢 就是它不用像Mayford Clamp 一定要有一個厚度 這一定要有一個0.5公分厚度 才可以夾 那Cardellini 不用 0公分就可以開始夾 所以一張紙 它也可以夾 真的是超級厲害 比較好發揮 但我後面這一個 9吋的Cardellini 它 如果你夾一個比較小地方 它就會前面多出 一大段的空間 所以 你還是盡量是 找你比較適合的Cardellini長度 它有小中大 不同的長度 那 當然你要依你 不同的厚度 來選擇不同長度的Cardellini 不然你就會 突出來一大塊 那 我們剛剛的Mayford Clamp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只要在5公分 但是它就只能夾5公分的東西啦 你只要在5公分內夾的東西 它不會多出什麼 一個突出來很大的東西 就 各有優勢啦 這樣我們就可以輕鬆的 把任何的東西加上去 我們甚至還可以把Cardellini 架到我的 櫃子最上面去 我們來試試看 那那個 櫃子上面那個厚度 已經超過了Mayford Clamp的厚度 那我們就直接來試試看 我們順便也把這個C300D Mark II 把它加上去看看 超帥 我們就 開心做實驗來看看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OK 我們成功的把我們的Cardellini 架到我們的櫃子頂端上面去 然後也把我們的C300D把它架到上面去 但是有沒有發現 Cardellini那30公分的長度 其實只用到一點點下面突出來 超級超級長 然後我又把它架到 我的 300D的 那個底座上面 所以整個300D 其實下來 就很下面啦 這樣子根本沒有屁用啊 那 其實Cardellini另外一頭 也有一個 可以插公頭的地方 所以我們來 加到上面看看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發現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 我太矮了 我要想辦法 讓我自己變高一點 OK 我們成功的把我們的C300D 丟到了櫃子的上面 OK 所以我現在發生了一個 一個問題就是 我買的這一根 Cardellini 有點太長了 所以 9吋嘛 下面都出了一大段 所以 還是盡量 要買 比較適合 或者是就買整套 就是有小中大都有的 不然 下面就多一根長長呢 你也 無法使用你的畫面 就是你鏡頭還是會拍到那一根 Cardellini是比較 能長能短 但是下面那一段 你就要自己去驅射說 欸 到底現在 這個厚度我需要用的是這個工具 還是哪一個工具 會比較恰當 我現在Cardellini夾的方式是 比較安全的夾法 就是 直的 怎麼樣 燈也不會掉下來 那如果我們像剛剛夾的那個橫的 夾在門板上面 這樣子 就比較容易掉下來 如果你沒有夾緊 你可能燈會掉下來 或是整個滑落 那會比較危險 但理論上夾的夠緊 其實都不會有問題 兩隻 不同的Cubo 他們承重都一樣是20公斤 真的是超級重 所以 你只要轉得夠緊 呵呵 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你只要 不要把你的門夾壞就可以 那那個Cardellini最上面呢 可以插公頭的地方 也跟這個Maforclamp一樣 要先鬆開 一樣也有一個安全鎖 你才能把上面的東西拿出來 就是 安全機制 讚讚 那剛剛的C300D 只是想玩玩看而已 那我們現在把這些 平板燈丟上去 這個可能 比較實際 這個 如果之後 我要拍影片的話 我可能就是把它丟上去 當我的 法燈 這樣子 我們來試試看效果如何 大概就像這樣子 就是把平板燈放在後面 然後照亮你的邊緣 讓你的人跟背景 有一點分開的感覺 這個計畫我已經想很久 但是我 就找不到這一個工具叫什麼名字 因為中文翻譯真的太爛了 雖然這樣子看起來比較危險 但是 下面就不會突出來 一大根 讓 畫面比較不會穿幫 那打起來的效果其實也 蠻相似的 那Maforclamp也是一樣 隨便 你就可以把東西 把你的燈啊 或者是你的攝影器材 加到一個 你從來沒有想過的地方 真的是超棒 那個 地方 像上面那個地方 是你 燈架架起來 不管你的燈架多高 那個位置是架不到的地方 真的是 有這些工具就可以讓你的 更好發揮你的創意吧 就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的300D 會加到這個奇怪的地方 但是 反正就是好玩 我們來測試 這個KUBO的東西 到底好不好 我自己是覺得 喔 其實還蠻優的嘛 KUBO產品 夾子的中間 像是有橡膠軟墊 那那個材質其實 還蠻特別的 它不是橡膠 它是比較硬的 有點像塑膠 又有點軟 就是它是一個很特別的材質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材質 但因為那個材質 我才能把 這些燈 這麼大的燈 可以架到這麼奇怪的地方 它還不會掉下來 如果是正常的橡膠 可能你用個 一個禮拜 那個燈 就摔死了 直接摔燈 那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 那中間的那個 像橡膠又不像橡膠的東西 才可以讓 一盞 20公斤的燈 可以加到 任何的地方 真的是 超級厲害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兩個 KUBO的產品 一個9吋的Cardellini 跟Made for Klimt的分享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朋友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的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 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e